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之前却说虽然他长相恐怖 也不是为一个很好的素材 画面一转 一行人开车去荒无人烟的森林拍摄外景 小伙伴打趣道 难道拍恐怖片吗 大家都笑了 模特也呲压裂嘴的笑了 大家顿时就安静的 到达目的地后 小伙伴们都很忐忑 模特不会咬人吧 在拍小森戏份的时候 模特一直盯着颜琪 看到颜琪心中毛毛的 便起身去小姐 模特后脚就跟着过来 颜琪迅速躲在一棵大树后 才躲开那模特的追击 颜琪急忙让回来对大家说 趁模特不在 我们赶快离开这里吧 幻音刚落 那个模特就回来了 颜琪只好硬着头皮继续拍了 模特突然质问芝田 为什么只拍小森 芝田很慌 急忙解释 消息过后就到你的戏份了 随后大家商量着如何打发那个模特 颜琪哥跑过来喊道 小森 小森被模特吃掉了 大家以为颜琪哥在开玩笑呢 说着一些人作死来查看 发现石头上的苔藓被鲜血染红了 紧接着浑身是血的模特爬了起来 大家吓得抱头鼠串 颜琪不小心绊倒了 模特笑着说 终于就剩下我们俩了 影片就结束了 最近年的模特真心惊悚 最后颜琪应该被模特当点心吃了吧 第二个故事 长梦 故事发生在一家医院 身患绝症的麻石 因为惧怕死亡 对睡眠产生的恐惧 总担心睡着了就会被死神带走 医生开导着麻石 不要放弃治疗 那个黑影并不是什么死神 而是另一栋楼的患者向田 麻石却不信 怎么会有那么恐怖的人 相比麻石 向田的病更加古怪 每当向田入睡 他就会做一个漫长的梦 最开始一晚的梦有三天那么长 到后来一个晚上的梦 感觉就像过了一年似的 每次醒来 向田就想不起昨天发生的事 因为对向田来说 昨天就像去年一样 听完向田的描述 医生就让他住院了 当晚向田睡着后 医生发现向田全身抽搐 眼球快速运转 仪器却显示深度睡眠 医生急忙叫醒了向田 向田醒来后问 你是谁 我在哪 就刚刚那一会儿向田做了一个一年半的梦 对于向田的长梦 医生也束手无策 只能安慰向田 你感觉在梦中生活的十年 其实都是错觉 向田很痛苦 因为他的梦十分真实 而且梦的时间 正在以一百年 两百年飞速增长 没几天 向田外貌 就变成了一个瘦弱的黑脑头 并且呼喊着麻石的名字 在梦中 麻石变成了他的妻子 向田突然跑过来找麻石 麻石吓得摔下来 并喊着死神 死神又出现了 由于向田的梦越来越长 他已经分不清现实的梦境了 他的身体随着梦境的增长 一点点衰老 最后化作了一片尘埃 随风飘散 为了治疗 惧怕死亡 不敢睡觉的麻石 医生提醒了向田 腐难后流下了结晶 注射到了麻石的体内 医生认为 只要可以永远做梦 人就不会惧怕死亡 就算身体化为灰烬 你的意识也将永存 影片结尾麻石对医生说 谢谢医生 最近感觉好多了 我的梦也变长了 长梦这个故事 让人眼前一亮 还有点盗梦空间的意思 只要你的梦足够长 你就可以永生 如果真的有这种技术 小伙伴们愿意活在梦中吗 电影云嫩 云你解忧 下次再见 感谢医生